关于独立性关联或者是关联性检定的这个范例 我用这个是储存在JASP的示范资料库的其中一笔资料 这个是来自2007年 有几位在美国的亚裔学者 他们调查了1184位美国中西部大学生 其实他们调查项目很多 但是其中两项调查资料 这两项分别是他们平常从事的运动强度 这强度是让受调查者自己去评估 然后选择是低度的、温和的或剧烈的 剧烈大概就像去健身房那样的 或者是逃马拉松 那温和或低度那个我就不多说 你们如果有运动喜欢吃吃吃吧 那还有另外一项资料是日常受调查者 平日摄取水果的累积量 我想他题目应该是有给受设者一些说明 让他们就是去填血 说是一般是少量、一般是超量 可能是指的是说每天就是吃 会吃吃那个多少水果 我觉得台湾的话可能还要再问说 他去买 如果是买饮料是买的新鲜果汁 到底算不算 这也许可以在这个可能 如果你要仔细计较可能就是可以去看 这个原始论文研讨的描述 那总之三就是以这两笔资料 之间有没有关联性 作为一个示范 那这里就可以稍微说明 为什么这个简历方法又叫 叫独立性又叫做关联性 你们可以想一下如果说这两项资料 是有关联的话 那这个检定的结果应该是要告诉我们 他们这两笔资料应该是有相关的 那反过来说 没关联就代表说是彼此独立 所以它又叫做独立 你可以叫它独立性又叫它那个关联性 那它的这个资料呢 我就直接秀在这里 就是在Data Library的这个Frequency 然后里面有一项健康习惯 我直接就开它的RAWDATA 就是从头开始 那它的资料很简单 就是真的只有我在投影简报上讲的这两笔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 它似乎是用一个像民意尺度的方式 那个旁边这个LOWLOWLOW 这个第一栏就是运动的强度 然后第二栏就是水果的摄取量 那我只是简报上把它 它真的就这两个资料就是只有这 分别这三个类比 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接着 那我另外也有做一个JAMOMI的示范答案 你们可以从这个连结去看 那这个分析的要很简单 就是刚刚在解释这个简定方法 为什么叫独立性又叫关联性之后 就已经有透露出来 就是这个要分析像这样的资料 通常是想要知道说 两个变相 有没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 或者是彼此独立 那在这里我们就是来 我们就可以再来 在这次小学也要来看一下 它的检定的 这种简定方法的使用条件 那你们可以看到 跟刚刚那个适合度考验 有一些像 但是只是多了几个字 那第一点一样就是说 关于独变相是什么 那它的独变相 基本上是要可以组织为列连表的两套独变相 那后面结尾类别变相 那后面结尾类别变相 跟之前面 Mekanema 跟还有设数考验 都是一样的 那什么叫做列连表 那其实就是指的是 你的这个表一定是两个不变相组成的 我们可以来看 我就只要先做一下 这个 Condigions 你们可以看到 JES他其实 这个Ficances模组下 它就直接有一个名字 叫做Condigions Tables 那它的功用 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你的这个 在你的加分析里 你要先决定 它的列表一定是 就是这个 横的 就一定是 Column 就是 蓝 然后 然后那个列 Roth 就是横的 就这部分 从这个 从上到下 这词的 就是Roth 那你要确定说 你要是 把哪个图片像摆到Roth 然后哪个图片像 摆到这个Column 那 我是 因为有些预习过 所以 在这里 你可以想想 你一般来 一般来说 摆在Column 是 你在这个研究 比较 看重的 一个 变相 所以 你们可以想想 像这个 像这个 像这个研究 来说 因为他讲的是 健康习惯 那哪一种是 比较是 他们想要探讨的习惯 那在这里 他们的 他的 他的那个示范 是用那个 就是 运动的强度 那 等一下 我们实际 就是按照 他的 那个示范 我们再来看看 要怎么做 我们再来继续来 来谈一下 他的实用条件 那 同样 一变相也是 各类别的 观察次数 然后也可以设定 期望次数 那 不过这里 你们可以 因为第二点表现在 暂时 先把这个框框 拉 先拉出来给你们看 你们会发现 既然有两个变相 那 两个都是类别变相 那类别的数目 一定是 比摄顾路考验 就多了 刚刚 如果摄顾路 刚刚是 一是 一条线的这个状况 第二点表其实就是 2D了 因为就是有 有那个 有colors 也有那个 蓝 所以 它的那个变相 会 就是说 每一组类别 其实是两个变相 所组成 根据你的两套 一套变相分辨 有几个类别 就几乘几 那 统一变相 它的期望次数 也因此 我们要稍微 要了解一下 它的期望次数 就不像是 二度考验 那么容易的 去计算出来 自由度 还有出现 总次数 也同样是 有一些 定义的 那在列连表这边 我这里要稍微 我这里稍微写一下 如果说 你的列连表 你有R 的colour 等一下 我换个数 一点 这是有R 的colour 跟R 就是R 代表 代表 列 的数目 C 代表 是 藍 的数目 它的自由度 是 由 每一 藍 它同样也是 要 每一个colour 它其实都是要 估计 就是每个度 它都有要 估计的 期望次 所以 分别 是 R -1 C-1 跟C-1 它们的自由度 要 相乘 起来 才是 才是 这个抽样分 分布 正式 就是正式的 一个 自由 自由度 的 状态 那 这种状态 这个在 之后 在 ANOVA 变异书分析 最后的单元 会再看到 到时候 我们会再有一个更进入说明 为什么要用成的 在 这里 还有 再出现 总次数 这是决定的 不是只有变异 还有一个叫做 去 中央化成 就是刚刚上面一直有提示的 在这里 就会看到 等一下 我们马上就来看看 好 那 这里 是说明的是 那个 关于 期望次数 在 列连表的期望次数 要怎么算 好 那我这里 我是用这个 运动 健康习惯的资料 来做示范 那这里面 都 这个 O 大写O 代表都是实际的次数 1 在这表格外 我有写一个公式 这代表是期望次数 那它的期望次数算法是根据每一栏跟每一列的总和去相成后再处于这个总次数 那这个怎么 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们直接就直接把资料给代进去看 那在这里我们就用这个 就把这个水果摄取量 带入这个Rose 然后这个 食物的 就把带入Colors 这里面会看到 这里面全都是实际的次数 它本来这个资料 都是这个名义变相 都是只有标签 但是它这里面有它自动帮你把这个 把每一个组的次数给它计算出来 那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是有另外加一个栏位 就是你只有 你如果只有把标签的组合放在这里 然后你有另外一个栏位 把每一 把每一 每一列的总次数 总和在一个新的栏位的话 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在这边再加一个Colors 当然这个现在是不需要 如果我在Chester有另外一个也是有列列表的资料 你们会看到有这样的范例 如果你们今天学这个 你们可以自己有兴趣去研究 我就不多做介绍 那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说这是实际的次数 那期望次数要怎么看 那在Chester它有提供一个功能 在这个Sales有一个Colors 就是Extended 我把它点一下 它这里就包我们 就是 这个现在的这张表 它是 就是 它有点 它那个 我们看到每一个Roles 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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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列它都有提供两个小列 就一个Cout 一个Cout 这个是实际资料中的次数 那下面这个Extended Account 就是根据简报上的这个公式去算出来 你们只可以稍微简单去验算看看 就可以知道说像这个28.818 是不是这个108乘以290除以1184 就是这样的算出来 OK 那我知道 那个如果是一般统计数工的话 一般统计可能老师都还会教你们 要你亲自算一算 从亲自算一次 不过我觉得这个还不是重 还不是真正的重点 因为这个列连表 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 虽然它这个已经帮我们算到 好像看起来是有差异的一个显著水準 但是在这个列连表上 你们觉得这样子排很OK吗 首先你们注意到 这个刚刚一开始简报介绍这个范密 就有提到 这两个毒变相 它们都有 等一下 这两个毒变相 首先像看这个运动强度 它这个是不是高 它是不是从那个低中高这样子排 所以看起来蛮OK的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但是这个 第二个 等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有点讨厌 我要对准一下 再重新看 好 就是这个实物摄取量 它也是有低中高 但是你们觉得这个 它这样子排OK 因为它现在排预设 都是根据你的标签的第一个字 顺序去排的 那你们觉得这样子顺序OK吗 好像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比较好 最好是我们先给它做一个调整 那为什么等一下会再提到 OK 我们就先做一个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列连表也有跟着变 它也变成低中高 好 好 好 嗯 有关子 好 那个JASPER也一样 这个地方 它也是预设会按照这个字母体 手字母去调整 所以这个 我们还要手动去做 因为主要是这两个其实都算是次序变成 对不对 它不是说你给它低中高就没 就叫这样子就没事了 那这个是就是 减定 就是独立性或软粘性的减定的统计数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刚刚的涉及度考验差不多 只是它前面 左边有两个这种连加符号 为什么 因为它既要沿着Cullen去加 它也要沿着ROS去加 这样才能够把 这样才能够把 这里有 总共有九个 有九组 所以要这样子才能够把 所有的系格给加起来 那它其实期望次数 还有那个观察次数解释 期望次数的品牌 就是跟次数度考验是一样的 然后也 然后仔细想 那个MACANEMA的统计数 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就是独立性 这就是GEMOBI做的模拟程序 这里就有看出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红色蓝色分别都还是代表的是 虚无假设的抽药分布 跟对比假设的抽药分布 但是你们现在注意到 我这里很明显有两道不一样的曲线 请问这两个都是要试图去 都是卡方检定 但是你们觉得应该说都是卡方的几率分布 那都是那个自由度是3-1乘3-1 所以是4的卡方几率分布 那你们就以目测来看 你们觉得黄色还是灰色哪条曲线比较接近 虚无假设的抽药分布 你们直接看都会觉得是灰色 好 两者的差异就差在说 这个黄色的 它没有去纳入非中心化程度的参数 但是灰色的是加上了有非中心化程度 那用这两个 那这个黑色线是以灰色的这个卡方几率分布去设定的 那我们就用这条线来看说分别这两个卡方几率分布所设定的话 那就是说他们的那个Type-1 error跟Type-1 error分别是多少 你们会发现这就大有文章 这个第一栏Type-1 error没有NCT 这个NCT就是非中心化程度参数的缩写 所以说这个就是黄色那条线 它所估计出来的Type-1 error高达.30 那有NCT也是灰色的那条线 它所去模拟估计出来的Type-1 error只有电力分 就是要相信哪一卡 从这里就能看出一些 它的一些不寻常的地方 那Type-2 error也很明显 黄色那条没有NCT的 它估计的那个Type-1 error是非常的低 2.006 那有NCT的灰色那条线 它估计出来是0.014 你们觉得要相信的是 没有NCT还是有NCT的卡方 OK 这个就是我要 这个一般的统计书谈 独立性跟观点性考验 都没有介绍到这个地方 但是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跟我们在事前 我们要知道Type-1 error跟Type-2 error 才能够知道说像这样的一个研究 要收集多少的样本数 才可以得到可信的结果 如果说两个估计差这么多 那我们这时候就要审慎的去考虑 该相信哪一个 对不对 好 好 那 你们可以 在这边我们再回到JEST这边的操作 在它的这个 就是刚刚那个列演表 就是刚开始我把变相丢进去 它就跑出 它们就跑出这个解剖出来 如果你们有照着做 有一起做 应该也是跟我们一样 那在这个Static 它这边有再更进一步的一些设定 好 有没有看到 那在这里其实在念 因为我们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又叫做关联性考验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 这两个变相 有没有相关 虽然相关是下一个单元 也是两个礼拜后才会谈到的东西 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先有一个观念 刚刚为什么要去把这个水果摄取量的这个顺序调整一下 就是为了准备做相关 好 那它有提 没可以注意到 它这里有提供这两个都是相关系数的计算 但是这个Nomium下面这两项是给 就是说你如果你的资料是名义变相 纯粹的名义变相的时候 你可以勾下面这两个计算 又叫做什么 叫做Crimus B 这是名义变相的相关系数的计算 那Audino下面这两个 那Audino下面这两个 Gamma Gamma跟Candor Tau 都是那个 针对 你的读变相都是 都是次序变相的时候的相关系数 好 你们觉得这个情况来说 我们应该要选左边还是右边哪一个 应该是右边嘛 对不对 因为刚刚都已经讲到清楚 它是次序变相 所以至少应该要勾这两个 好 那相关系数 其实 因为它也是一个可以估计的期望值 好 那 所以 当然它也可以去做假设检定 也可以去算 那个 信贷区间 那 详细的会在相关那一张 我有记录 你们这里可以看到 那个这里 像这个 以这个Gamma的信贷区间 它没有涵盖到0 然后这边这个Candor Tau 它的P值 也可以说 并没有说大到太夸张 也就是说 还通常遇到这种状况 或者说 在做这种 你要做这个列连表分析 是要算 是要了解两个变相 有没有关联性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做这个卡方检定 就OK 还要再做这个 根据你的变相性质 再去做一个 做一个这种相关系数的分析 才能够佐证你的这个资料 是你的那个结论 如果说它们是有相关的话 才能够是真的可以说服的 OK 好 那这边 这里我也有加个什么 比较少的数字 跟比较多的总次数 就是给你们做一个 你们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就是跟刚刚的那个 适合度考验一样 你们会发现到 这个减少的话 这个 就是 行一 就是对地假设 蓝色的这一块 它的便利会变大 然后如果说你增加的话 这个会缩小 影响的同样主要都是 Time to M 你们现在会注意到 变异 那种次数会影响的 大部分都是那个 POWER 或是 就是跟 对地假设 直接有关的这部分 这部分就是 行恶错误率跟POWER 这是一般来说 这是在 如果说我们没有把 模拟的几率 这个概念跟操作加进来 你们是很难去看到 一个那个问题 好 那现在有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就来看 它 这边这个P值 就是这边 这一开始算出来 这个P值 这个0.07 现在你们知道 它其实有 虚无假设 比较符合的是 有去中心化的 那个 参数的 卡帮几率分布 但是它的P值 是哪一个呢 请注意看 这个是 没有去中心 是没有去中心化 参数的 那个 那个 卡帮分布 它所算出来的是 就是 它的绝段实在是9点多 就是 就是9点多 那 你们可以注意到 跟它的这个 14.152 是差不多的 是 这也叫说 应该说 以它这样子 以这个 没有 以这个 没有 是考虑去中心化的话 它是 判定为 险 为险 详细的话 我们 这样子 只能够把 Gemote 给打开来看 那这个 就是 简报上 正方图的来源 我现在 所谓的 飞去中心化 就是在 你们 刚刚其实在 那个 在几个 卡帮分布的示范中 其实都一直有 这个东西 这个浪打 就叫做 飞去中心化的程度 好 那 我们先打开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浪打 直接 这个 预设都是0 就代表说 没有飞去中心化 整化的这个 参数 那 你们知道 就是说 像这个下面 这个 灰色这个 曲线 这个浪打 是加了多少 才出来的吗 好 这边 你们可以自己 在现在这边 你们这边也 也就输入个 4 看看 它真的就是 灰色的浪 是输入了4.0 4点多 我们里面只要输入4 就好了 然后来看看它这个变成什么样子 好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改变 14点 以14 它这个图画得有点慢 你们可以注意到 突然这个P 这一块着色去增加了 然后决断值是 跑到了17点多 对 这边有输外 17.3 所以反而是 如果你 我们是用那个 非有去中进化 那个卡方解定的话 这上面的 这个卡 这个根本就是 过不了 对不对 OK 现在就有看到 等一下 它这边 我这边这个卡 这边这个 Jelomi 这里 有 不好意思 我知道 Jelomi 这边的那个 我 我刚刚不小心 在 在那个 资料区 打了一个东 打了一个东西进去 就造成它 Ruby的脸脸乱掉 也就是说 上面 如果说你 上面这个 P值 点007 这个P值是用 那个 没有 米浪 打 40 的 卡方减 卡方减率 增幅去计算 但是如果你 用 那个 有考虑 那个去中进化 程度的卡方 你会注意到 它上面的 卡方的统计数根本 过不了 假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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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 所以这也就是说 其实 通平常的这种 独立性 独立性检定 或关联性检定的这种 卡方的分析结果 其实都是有高估 太普外ERROR的风险 这是为什么 这是刚刚为什么 我们还要再增加 做这个相关系数的一个 主要原因 也就是要保障说 我们真的在这边 卡方减 算它的结果是可信 或者是如果说 批子是小到 我们可以相信 是观察次数 跟期望次数 有差异的状况 这一切都 我这边简报 也特别 写了四个字 留意照人 大家注意一下 那 最后就是 刚刚跟你们示范的 就是关于 Genovi JEST 你要实行 独立性 跟关联性 的检定的时候 建议 在操作 选担要公选的选项 JEST 就是 Genovi 跟JEST 的这些部分 OK 那 最后就是 这个 独立性跟 关联性的 简定 那 除了跟刚刚 一样 有卡方 简定之外 同时 也再加上 相关系数 的 分析结果 我这里是用 那种 Candle 你用Gam 你用Gam 也可以 就看 你自己比较 认为说 现在这个问题 比较适合 用哪一个 哪一个相关系数比较 老实说我也不清楚 这个 就建议你们自己 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 再去查询 OK 好 那基本上 今现在为止 就是把 关于 关于 解释